这个Fish Fingers 这个是昨天视频许诺的东西 然后我们今天就买了 它是上面有个标了15 这个15根的是3块5 然后40根的是4块6毛9 但是40根那个太多了 好大一盒我实在是吃不完 所以说就买了15根这个 然后它也是跟我们之前吃的一样 是横竖两种包装的 横竖两种都可以摆放在货架上 非常方便的一个设计 然后这个东西呢很神奇 我原以为它是澳大利亚原产 因为这是个非常本地的 这个超市自营品牌 但实际上呢 它这个东西呢是中国制造的 所以说这应该是个挺家乡味的产品 然后里边是这样的 我倒出来给大家看 其实因为为了节约这个视频的时间 我已经丢了10个进到锅里来去搞了 然后它这个然后剩了5个是没 它生的状态是这样 就是它这样装在盒里的 非常神奇 然后这个东西呢 每100克含是828千角的热量 属于热量比较高的产品了 然后它是自带油 所以说不需要油就可以炸 但是我用我的电饭堡试了一下 这个东西摸上去是很油的 但是用电饭堡完全不能把油炸下来 就是达到不放油的目的 所以说呢 为了能把它搞熟 我放了水 不放油很难达到搞熟的目的 所以为了搞熟 我放了水 好像觉得哪里有点不对 然后它支持这个烤箱烤 然后就是它有这个锅来煎这样 然后估计它还得等一会儿 然后我就今天就再挖个坑 这个我刚才也是在超市 看到这个东西打之后就买 都是吞纳的罐头啊 就是都是吞纳鱼的罐头 但是呢 我为什么买了5个呢 因为它是一个系列的 你看啊 这个最底下的是不辣的 然后有一个辣椒 两个辣椒 三个辣椒 四个辣椒 然后四个辣椒这个顶上呢 还有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 warming这个 这个warming hot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告示啊 所以说我明天吧 如果如果可能的话 就明天晚上试吃这个 从完全没有辣椒到四个辣椒 这样不同辣度的这个吞纳鱼罐头啊 我们录一期明天录一期 最作死的视频 然后 我 我放了水就是不一样啊 都是水蒸气 跟放油的感觉完全不同 感觉应该是可以了 这个 这应该算是半闸半蒸的就 把镜头摇下来 你们看啊 啊 就是 就是这样 勉勉强强排一下 刚才有没有技术菌 数一下是多少根呢 其实是不是十根啊 是九根 因为我刚才试配到吃掉了一遍 然后 拿出来啊 就是这个米生的时候啊 明显感觉周围还是有一圈油的 然后 因为我放了水啊 所以它有点炸胖了 这个生的时候还是比较瘦的 这个有点尴尬 因为我放了水 所以外边这个本来应该是变成一个脆的壳 结果它不脆了 现在 外壳是糊状的 非常的 这个口感 口感非常非常怪异 因为这个 放了水嘛 不脆了 然后糊状的壳 中间这个鱼像什么呢 好像几大羊快餐都有这个炸鱼条的 这个这个食品 有的著名是雪鱼条的 就贵一点 没有著名的就是 这个就感觉是没著名的那种鱼的鱼条 当然除了在 除了在羊快餐啊 我觉得在阳超市也可以买得到 吉祉岛啊 沃尔玛啊 应该都有这种炸鱼排的这个 这个食品 已经 已经炸好的这种 放在熟食区里边 可能形状稍稍有点不一样 但是味道是差不多的 哦 好烫 就是这个 炸鱼排的味一模一样 然后鱼肉呢 是那种 没有刺的鱼肉 但吃的味道也不是不怎么像海鱼 然后明显不是雪鱼的口感 应该是有刺的刺被打烂了 我吃到骨了 然后怎么说呢 这个鱼 就算是我是用蒸的把它搞熟 也没有感觉这个鱼有水水的感觉 就是非常干的一个 一个鱼 其实我今天视频本来想拍的蛮早的 但搞说它搞了好长时间的 搞到天的黑了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互动内容 这个Windows的首处啊 有的时候还是真不行 还真的必要的时候 还真的是拿这个鼠标 这个浏览器最最的鼠标 显示不出来 哦 出来了 来自微博 摸摸姑娘 我去爱上你了 虽然果然思想成熟思路清晰 意志坚定的男人更有魅力 说得我太不好意思了 然后微博今天 哦 来自水货一只喵 你抽空也把你大裤衩子补补 屁股上有那么几个大洞 视频太抢镜 嗯 所以我准备换两条 嗯 但是怎么说呢 我现在在这个沙漠 呃 换太好的衣服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 不过为了视频我愿意换 嗯 我保证这两条再也不出镜了 嗯 嗯 这个是 这个微博就没有了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来自B站 评论区是吧 评论区 来自精品红薯粉 啊 啊 UP主有女朋友吗 家里催了吗 呃 诶 这个 找到了 呃 没有 没有女朋友 因为我是 就是 我是始终是在 属于是海里飘着 不肯上岸行的 然后一直在努力的追追逐我的梦想 所以说 呃 我也 不想 不想耽误任何人 然后家里的话特殊情况 啊 所以说也没催我 呃 来自 呃 上天入地 草字头大妹的同学说 啊 没有错 好好干井子去 我是开发区 嗯 应该是开发区 我我也去过 在大连环的时候都去 都绕绕着大远走了一圈 啊感觉大连 特别美好 尤其是 尤其是审大高速啊 我觉得应该是 可能是 应该是是不对的 可能是全国最好的高速公路了 而且大连的话 下了高速进城的那段高架 我也感觉非常的 非常的陷阱 嗯 啊 UP以后还会去新西兰吗 来自 你的名字我又读不出来啊 MIRCKE 嗯 可能 不会去 新西兰啊 嗯 如果是旅游的话 可能考虑 以后可能有机会的话 可能会去 但是 WHV的话应该是不行了 因为我的年纪已经 呃 就是没有办法再去申请新西兰的WHV了 而且他还 我的雅思的成绩又过期了 我没办 我除了靠雅 就只剩今年这个 大概9月份一次机会了 那我需要赶紧把雅思再考了 然后再申请 然后新西兰的话还要 新西兰就必须得找黄牛了 价格也比较贵 今年的行价估计涨到2万以上 都奔3万了 我觉得弄的一下不是很值得 而且黄牛这个 新西兰这个黄牛风险太高 因为他要要你 他黄牛需要帮你填完整信息吗 也就是说如果他回头敲诈你的话 给你双拍定 呃 是 是这个对后续以后出国影响都非常大的事 所以说 呃 从风险上考虑的话 我可能不去新西兰了 然后以后的话 有兴趣的话 可能再办旅游签证 然后去去新西兰看看这样吧 然后现在新西兰应该是去年刚地震完嘛 然后怎么说呢 不要 现在我也不想那么早去 这个天乱 来自天上入地 草字头大妹同学 up主我两年后留学澳大利亚 建议西尼还是墨尔本 目前攒定墨尔本大学 给我个建议呗 谢谢 呃 我没读到 我没在海外读过书啊 所以我没有办法给你那个更好的建议 然后墨尔本呢 我现在也没去过 所以说我无法比较西尼和墨尔本点两个哪个好 呃 就是从墨尔本发货的比较多 从西尼发货的比较少 然后你可以 如果你有这个因为澳洲的这个post的就是邮政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如果你想自提的话 我觉得可能你在墨尔本的话要比在西尼方便一点 啊 然后从治安上来讲的话 虽然墨尔本的风平比西尼差很多啊 但是西尼其实也不会给人你特别的这个安全感 要从这个安全感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现在除了这个就只有三个地方啊 可以给人足够的安全感 一个就是中国大陆啊 这个是绝对有安全感的啊 第二个呢 就是中国香港啊 也是绝对有安全感的 第三个呢 就是这个日本也是绝对有安全感的 就这些这些地区呢 你都可以放心的走在街上 不用担心被抢劫 其他的呢 包括这个这个其他的地区啊 啊 西方世界就不用想了 因为这个这个直接身材的差距差异就导致了 你肯定没有安全感啊 啊 呃 其他的东方世界呢 比如说这个这个啊 算了吧 离着太近了 还有还有华人的地区我就不点名了 反正这个其他的地区呢 从安全感上来讲的话 社会治安都不如中国啊 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国家 你可以手无寸铁晚上上街 也不用担心自身安全问题的这个国家 所以这个还是做得非常好的 包括很多外国人都觉得在中国的这个社会治安好的简直上天了 不过中国人对西方人的态度你你也知道的 所以说中国人觉得安全和西方人觉得安全的觉得不是同一种安全 然后 呃 来自black radio 同学啊 呃 澳洲是在南澳的阿德莱德学的飞行吗 加油 我也准备申请澳洲 呃 我还没想定学校啊 因为怎么说呢 现在想越想越觉得这个成本投入有点大 毕竟这个要六六十到八十万人民币这样砸进去的一个事 呃 而且在西方 而且在澳大利亚现在待了三个月多了吧 明显感觉到就是如果我考一个国 就是学一个国际性的 然后以后在海外工作的话 这个难度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 呃 不是不相信自己的能力 而是从文化就是从这个实际情况来看机会比较渺茫 所以说我可能考虑最后回那个回国 然后在那个民航总局备案之后学中国标准的这样啊 当然在去做之前我也会慎重的这个这个就确认 确认我的这个势力是可以是可以符合中国标准的 因为中国标准的为我唯一不符合的地方就是 我的眼睛有点散光啊 呃 中国的飞行员标准是要求很 就是要求是比较高的 但是C字表现在最低只要求C字表0.3 这我绝对是能满足的 但是他要求不能有散光啊 但是这个我没有最后跟这个民航总局确认 所以说 这个学之前我应该是会确认一下 如果可能的话 我会学一个中国标准的这样啊 如果是学中国标准的呢 基本上就是澳大利亚的话就是在帕斯有一个南航的航校 然后还有在加拿大有一个南航的航校是在是担任这个这个培训 然后价格的话就就比那个国际标准的贵很多啊 不过自己想要搞的话 呃 就再说了 不过阿德莱德的话确实是一个据说是个很多的那个飞行巡航的地方 我很多朋友都推荐我去阿德莱德这样啊 我可能会去阿德莱德黄澳的时候去阿德莱德先看看 来自梧桐树下种芹菜能不能问问大师可不可以给我算算临近毕业 在就业方面很困扰 谢谢小白 呃 在临近毕业在就业方面很困扰 这应该就说明你还是学生吗 呃 在就业方面很困扰 说明我不知道你是困扰哪方面 如果你困扰的是你有一大堆offer 你不知道哪哪个怎么样选的话 呃 我个人的建议呢是选择呃 呃 有利于职位就是有利于就是提高你能力 然后呃 如果都是大企业的话 就是尽量选择能让你的上升通道好一点的这样的这样的企业 然后你能学到更多的东西 很多时候呢企业文化是比较重要的 你可以去呃各种途径去问一问他里边的员工看这个 这是你能不能学就是很快的学到东西这样 我觉得刚毕业的时候钱不是最重要的啊 就是薪水不是最重要的你可能干了两年两三年之后 如果你真的是有干货的话提薪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呃 我的话毕业的时候的第一份 这个全职工作的话薪水只有一千 哦不好 我之前是不是视频说过啊 就是只有一千三这样 人民币啊 所以说呃怎么说呢 薪酬真的不是特别特别的 这个最对最开始的人来说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 因为就算你找的企业再好你刚毕业的毕业生啊 超过八千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除非你在学生时代就做出了非常杰出的成绩啊 呃 然后如果从你两三年之后的那个年纪再回看这一段的话 你对比的时候如果是公司大于是在五千和六千之间对比的话啊 那其实对两三年之后你等你来看来说的话 这个钱的差异是不是很很大的 但是发展就是你能学到东西这个是最重要的啊 千万不要因为钱而放弃了 放弃了这个成长的机会啊 一旦你毕业开始吃老辈就意味着呃 你后续就不太好 然后如果你不是因为拿到很多offer在这之间抉择的话 而是呃 其他的情况的话啊 我觉得就不建议你找大师算了啊 因为之前我也有帮其他的就是小伙伴加了我微博 然后这样我帮他介绍过啊 然后他还跟我反馈了大师的价格啊 我觉得如果是学生的话呃 可能承受起来是有点困难的啊 所以说呃 如果你的问题换一个就是能不能问问大师可不可以给我免费算算 那我可以问问大师可不可以啊 如果是呃 不强调免费的话 那我告诉你一定是可以的 但是我不建议你这样做呃 尤其是就业呃 就是尤其是一些关键的问题上啊 我我觉得呃 怎么说呢 呃 保留一份对未来世界的未知啊 能给自己更大的动力 而不是为了一个这个 这个死就是定死的结果这样 就是让一切都没有可能性 这不是一个这个好事 然后来自呃 比安花八八哈哈 up主我们童年的我也29岁了 啊 你的回复让我感觉太温暖了 嗯 我以为只有只有这个B站上像我一样老的老的同学 就老辣肉的同学实在是太少了 原来除了我之外还有让我感觉十分的温暖 呃 来自直练脂肪酸八号 为毛我找不到碎系的视频了 哪一期来着 呃 最近的话会调很多视频啊 因为有人举报我 呃 而且就是不仅有人举报我 而且是在弹幕里还就是第一秒或者第零秒就发信息骂啊 就是骂我这样 我其实觉得呃 怎么说呢 这个你举报了的视频我会尽量申诉申诉回来的啊 申诉不会来的话也就那么回事了 啊 可能我等到我回国之后的话会在这个网络方面的话会在其他的平台上再发一遍 或者是去这个YouTube这些这个地方再再发发一些发一遍这样这样就比较全了啊 这个B站上砍掉的就砍掉了因为我也不想跟这些这些人去争啊 怎么说呢 呃 第一就是 呃 觉得呃 呃 呃 我觉得对我们大家来说独立思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品质啊 怎么判断一个人是成年人还是一个这个一个人成熟还是不成熟呢 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啊 而不是这个人云亦云或者盲目的这个相信或者不信这样 能够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是比较是判断一个人成熟与否的这样一个标志 这话不是我说的这话是罗永浩说的啊 然后 呃 还有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呃 可能这个呃 我不能说某个人或者某某些人啊 我就说这个群体呢 可能很多人真的是现在还这个没有经济独立啊 或者就是呃 怎么说呢 如果你是靠父母找到工作的这种啊 就不算不算完全的经济独立啊 就是无论你 这些人可能没有经济独立 然后呃 在呃 就是怎么说 也不是说特别勇敢会站出来这样 就是只能说在后面 这个匿名的举报一下 或者匿名的发点弹幕啊 来骂一下 我觉得这是可能是他们取得成功啊 唯一的 就是最好的手段 也是唯一的 就是取得这个什么成就感 最最好的手段 也是唯一的手段 所以说呃 我不要剥夺人家这个呃 我不想剥夺他 剥夺人家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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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成就感啊 所以删了就删了吧啊 啊 申诉不回来 我也无所谓啊 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你关注我的 有些小伙伴 你关注我的视频 就是为了在我发视频的那一瞬间上来啊 在第一秒或者第零秒上来这个呃 骂一句不不着编辑的话的话 那我觉得呃 或者你看了我发就上来举报我的话 我觉得你不关注我其实没也也好啊 啊 啊 来自Slan 0128同学啊 离家在外最想念的还是妈妈妈 读书那么久 妈妈是最想念的人了 啊 怎么说呢 不是 每每次想起妈妈都 很难过 因为读大学之后就很少回家了 然后每次回家差不多到隔一年的时间 然后每次都能看见 每次回家都看见妈妈明显的 明显的衰老 每次回去都是 皱纹 皱纹一次比一次多 然后明显感觉 从最开始 他老人家的这个 思维啊 就变得越来越慢 然后记性越来越差 眼神越来越差 不过眼神好一天了 去年还是前年吧 他自己在家偷偷摸摸的连着做了三场手术 然后把眼睛的视力提上来了 这是唯一值得开心的事 不过 确实想一想 是 每次看到都感觉 妈妈越来越老了 然后 自己无论是飘在广州 还是飘在海外 都 怎么说呢 团聚的时间越来越少 但是没办法 这个 我妈妈的年纪已经是不可能 我无论是来海外还是在广州 我没有办法 也没有 把他接过去 让他达到在家乡的同等的生活质量 因为这在广州实在是太难了 我还没有能力 在广州给他塑造 就是创造一个 跟在长春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家 但是我又不能回长春 因为回长春根本养不 不光养不料家里 还养不活我自己 所以说 所以说 怎么说呢 我会尽量不想吧 来自槟城汽水军 澳洲炒面是什么样子 我不知道有澳洲炒面这种菜 Australia fried noodles吗 没见过 就是看到炒面都是亚洲炒面 然后 来自酥饼子 像up 谈到妈妈眼眶湿润了 眼眶湿了 不知道还能 妈妈还能 还能 陪伴我多久 因为 怎么说呢 我是属于高龄产妇的孩子 我妈妈生我的时候 33岁 所以说 怎么说呢 相当于 如果不算大学时期的 读书时候的兼职的话 就相当于我还没有参加工作 我妈妈已经 就是退休脱离社会了 所以说 大龄产妇的 无论是对孩子 还是对老人 压力都还是挺大的 所以说 在看视频的各位小伙伴 如果你不是像我一样 死命的咬住 一个目标不放 可以 死命的咬住 一个目标不放 为此 不惜牺牲 这个 这个天伦之乐 和这个 这个什么 世俗红尘的话 建议你 大学时期 或者 更早就 赶紧谈恋爱 结婚 然后千万不要太晚生小孩 等你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 有可能 第一 你生不出小孩了 第二 你的小孩 如果他很上进的话 在后 在他的人生里 他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 怎么说呢 我不是一个什么 子女父母窝论者 这个也是罗永浩的 罗永浩 罗永浩讲的 但是我不是完全的赞同 也不是完全的反对 但是我怎么说呢 就是 因为你在 你在生你小孩的时候 你没有 你没有办法问过他 他想不想出生 这样 所以说 尽量不要给他一个 就尽量能早生就早生了 不然的话 你太晚生的话 就 就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的话 就是 这个孩子要赡养父母的嘛 然后那个时候 就会发现有一个断层 就是你已经退休了 但是 他还没参加工作 他的压力会非常大 心情会非常不好 不过我相信啊 在看我视频 小伙伴 就跟我是同一代人的人 已经 这个问题可能会 比较 比较淡化了 因为我觉得 我们这代人的话 不干到死 是不可能在退休之后 吃上饭的 所以说 而且尤其我在澳洲 看到很多 这个 这个看上去就能有七八十岁的老爷爷 老奶奶 老奶奶开着私家车出来买菜 然后老爷爷开着那种 嗯 这个公路卡车 就是连着三节的那种拖车 还在跑运输啊 在农场天天都是 在农场每天过来拉葡萄的 都是那种八十岁的老爷爷啊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到老了 那怎么说呢 给孩子的压力就有点大 所以说大家尽量早脱的啊 做一个限冲 啊 来自直炼脂糖脂肪酸八号 我也是搞碳的 做超级电容器 现在一边查文献 一边听你的视频 也算有个人陪我一起吧 今晚我实际 就是直炼脂肪酸七号了 八号是新酸 对不对 七号是什么酸 哇天哪 你们你们的世界好复杂呀 一整晚都在发愁 白天被导师骂 快毕业了 论文不成体 面临论文不成体系的问题 我看他头发都掉光了 这个是个夸张的修辞手法吧 头发都掉光了 对女生来说很严重 我也是愁得要死 看看你的视频 能让我更有关系 各位同学一起加油吧 超级电容器 其实我一直不太懂 超级电容器这个东西出现了 已经有 已经有 现在算来的话 从七十年代出现到现在为止 应该有 有这个 呃 五十年的时间了吧 就传说中的拉法电容器嘛 然后 呃 这个原理就是两个基板之间的电盒 能携带多少的电盒嘛 呃 我的 我不一直不懂的 就是在物理已经达到 就是在理论上已经达到极限的情况下 这东西现在在继续研发的话 能在哪一方面 这个取得突破 我真的 不懂这件事 但是我知道电容器是个 这个超级电容真的是个好东西 因为充放的速度特别快 可以那个承受这个很大的这个 呃 电流啊 如果你改改装汽车的话 你会找到有一个东西叫做 就搜淘宝关键词叫大水塘 就能找到这个超超级电容器的这样一个改装件啊 但是呃 怎么说呢 呃 就是第一是它的 我为什么闻到一股味呢 来自车外啊 不知道外面 什么东西烧焦了 是磷磷燃烧的味道啊 就是呃 能搜到这个超级电容器 呃 但是 据说啊 这个用超级电容器做的大水塘 不如拿那个红宝石电容 自己焊的 那个并联的效果好 但是 超级电容器漏电比较少 那个红宝石漏电比较多 这样 但是其实做那个双切的话 其实也问题不大 但是 呃 这个扯的跑题跑的 都太远了啊 然后基本上就没了啊 评论基本上就没了 然后看一下 呃 还有没有弹幕的部分 呃 呃 弹幕今天比较少啊 没什么了 那么我们今天就视频就到这 欢迎关注微博搜索 微知小白与我互动 呃 你也可以 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评论留言 呃 我们每天争取 每天都有这样一个互动的视频 然后明天 早晨的话 明天晚上我们争取录那个兔娜啊 从不辣到五可 到四行了 然后明天早上我们会吃这个泡面 这个泡面之前因为热量比较高 我一直没买 但是他今天 打折 我就动心了啊 买了两盒 然后我们明天早上吃那个 录那个泡面的 呃 试吃的视频 那么今天就到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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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